7月20日,作家王欣携新书《北京女子图鉴》在上海举行新书分享会 活到那天,国际超模合赛到场与王欣对谈 连载了近两年以后,王欣的短篇小说集《北京女子图鉴》正式出版 这是王欣以都市女性为题材的重要代表作 一部对女性、对所有在外的人充满善意和理解的作品 预售不到24小时,这本新书就占据了 当当新书热卖榜首位 在预售和上市前期,更是始终位于各大网站排榜前列 为近十年来的都市女性题材作品创造了新的佳季 在采访中,王欣也讲述了创作这本事的心路历程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心路历程 就是因为当时只是随便地开了一句玩笑话 在我的公众号上想说 我说,当时问我的公众号的读者 我说,如果我粘在一个关于《北京女子图鉴》的这么一个短篇小说 大家愿意看吗,结果很多人都说愿意看 我就尝试着先写了一两个 最后因为中途很懒惰 也想停根,也想什么都不用写了 但是读者一直在后面吹根 一直说,什么时候更新下一话 你答应写的十个故事一定要写完 后来我觉得其实都没有什么心路历程 就是说基于大家的信任 基于大家读者的那个催促 所以说和不停地期盼 我就是把这十个故事用两年时间写完了 现场和岁的到来 也引起众多粉丝的热烈欢呼 和岁与王欣豪有多年 两人更是深姿的北漂 对台环节现场经济频出 气氛热烈 和岁北漂12年现场分享自身最重要的经验 即使有99次的季节 也要记住一次的肯定 鼓励读者乐观面对挫折 而王欣泽提及当初选择北漂的理由 是引起更看重在大城市的选择权和自由 人与人之间的包容心 让人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 解读自己 选择在大城市生活 是选择了一种更为自由的生活方式 而希望能描述这些在大城市打拼的女子们 身上的精彩故事 也正是他创作北京女子图件的初衷 接下来 王欣泽将写北京女子图件 一读者见面 预计将在两个月内 与广州 重庆 深圳等城市 进行读者见面会 回馈读者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